如何提高环卫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待遇是大家非常关注的重点之一 那最近苏州市以及下辖各区的两级政府拿出了300万元 对优秀的环卫工人予以重奖 一早在苏州市环卫处机械化服务中心内 徐永康正在对返厂的作业车辆进行仔细检查 2008年从部队退伍归来 徐永康毅然选择进入环卫工作 五年来他一直坚守一线 从事路面保洁的考核工作 而在别人眼里 这可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 正是靠着坚毅不变的原则 让徐永康成为大家眼中吃苦耐劳的好小伙 近日包括徐永康在内 有10名一线环卫工被评为环卫标兵 多个基层环卫所被评为先进单位 总奖金额超过300万元 据了解为进一步提高环卫工的待遇 从去年开始 苏州就对一线环卫工每人发放第13个月的工资 并增发1000元春节慰问金 今年起 苏州城区一线环卫工 反符合条件的全部缴纳住房公积金 并购买人身意外保险 这部分费用也都由市财政买单 未来这部分待遇还将逐年提高 并逐步延伸到其他县市区 未来再结束